問一下錢醫師 說到這個病毒跟細菌的差異 腸胃科醫師只要遇到急性腸胃炎 有些時候第一時間 要診斷正確 才能做很多這個病情跟症狀的控管 一個俗語就是說 鐵打的身體也有拉肚子的一天 就是每個人其實多多少少 都有拉肚子的經驗 那有時候拉肚子或腸胃炎 有時候只是吃了什麼過期的牛奶 然後不見得裡面有什麼細菌病毒 稍微拉一拉就好了 那有的是真的是病毒性的腸胃炎 那有時候我們會說腸胃型的感冒 有些醫師就是說 這個其實有點像感冒一樣 因為它是病毒感染 這有時候是被小朋友傳染 那剛剛有提到說 這有時候用一些支持性的療法 然後慢慢的成人 有時候自己可以恢復 那另外一種就是細菌性的腸胃炎 細菌性的腸胃 事實上都是吃到帶有細菌的食物 其實簡單講像是食物中毒 那我想說我們其實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當你在烹調的時候 如果你的溫度夠高 其實細菌都會殺死 可是有時候就是 有些東西是生冷的食物 它就容易有細菌滋生 那有時候吃下肚子之後 就會產生很嚴重的腸胃炎 那像這種腸胃炎有時候會發燒 像我們有時候單純拉肚子 不見得會發燒 可是真的食物中毒 有的除了噁心嘔吐之外 還有時候可能會發高燒 那像我來舉個例子 我們之前有碰到一個病患 就是她是個36歲的女性 然後她就是來急診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家裡面 就是有點胃寒發抖 然後她在下午的時候 因為她就開始會覺得噁心 想吐的症狀 然後後來接著就是拉肚子 然後接下去發抖發燒 來到急診 那時候抽血檢查起來 她的白血球就上升 腎功能還有一點變差 那時候肌肝酸就有點上升 有點脫水的現象 後來那個急診的醫師就覺得 這個好像不太尋常 是不是一般的拉肚子 很可能是一個食物中毒 因為我問她 她是說她今天早上吃了一個 在麵包店的一個三明治 那三明治是那個沙拉的三明治 那聽起來就是有點可疑 有可能會造成一個食物中毒的現象 後來因為大概沒多久的時候 又急診室又另外送了兩位進來 症狀幾乎跟她一模一樣 也是同一家 他們都是一起去買那家麵包店的早餐 所以有三個大概在我們的急診室 大家就知道說 這可能是特定的細菌感染 後來就收至住院 住院之後我們做一個細菌培養 培養出來就是一個沙門氏菌感染 那不只是她的糞便培養出沙門氏菌 後來她的血液中尿液中也都培養出來 所以她這個致病率非常的強 這些細菌到腸道之後她開始滋生 然後接著全身循環引起發高燒 所以像沙門氏菌感染 在第一時間就必須投藥使用抗生素 這個就不能做什麼支持性療法 就一定要用抗生素 這個細菌才會殺死 不過我要講說這個沙門氏菌 其實文獻中還有碰過更嚴重的案例 我來講一個案例就是說 其實像有一個病例報告是在日本 日本之前有報導一個70歲的老先生 他也是一樣 他也是中午跟大家一起吃餐盒 餐盒裡面有一個焗烤 焗烤的他好像是點心還是一道菜 小小的一塊 他吃了之後大概七八個小時就開始嘔吐 後來就住院 住院的時候其實當時也有跟他一起吃餐盒 還有別的民眾 吃了之後他也是送醫院 可是這個老先生他吃了大概七 吃了這個焗烤的東西之後 他在住院之後大概36個小時就死亡了 後來他們真的很慎重其事地幫他解剖 決定做解剖 後來現在他的食道 在他胃 腸子 小腸 大腸 都充滿了沙門氏菌感染 後來就覺得說 的確這就是造成他死亡的原因 所以這種細菌感染有時候是不可以小覷 身體的免疫力 也可以預防各式各樣的疾病 可是免疫力也不能過強 的確像我們身上都有細菌 或者是有時候遇到病毒 那如果你免疫力好的時候 是讓身體有自然可以抵抗這些細菌 像我們剛才說身體像 像我們的腸胃道 尤其像口腔 這是常常會有細菌感染 那有時候特別在你免疫力低下的時候 有些口腔的細菌 我們叫做四肌性感染 這時候他就可能會增生 造成一些症狀 那我來講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50歲的 他算是因為商人 平常工作很忙碌 常常要交際應酬 那他大概在三個月前的時候 就開始會覺得 常常覺得胸悶 有餵食道逆流的症狀 他就到自己到藥局去買一些藥物吃 然後控制他的症狀 但是他後來到 這一個月的時候 他發現他自己吞東西 覺得不太好吞 吞嚥有點困難 他有時候常常看電視也知道 就說因為他常常有抽菸喝酒 他自己就開始擔心說 自己可能是食道方面的疾病 我們來幫他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他在做胃鏡之前 他自己也很擔心 看得出他臉上的焦慮 不過我們胃鏡做下去的時候 不是食道癌 不是食道癌 我可以跟他看一下這個圖片 它是這個叫做食道念珠菌感染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被某一種菌叫食道念珠菌 叫做念珠菌 它其實是這樣白色念珠菌 有點像這是算真菌 簡單講像成果一樣 像聖培菌一樣 像白白白的這樣一點一點 這是一種真菌 然後它也不算細菌也不算病毒 但是一種真菌 這樣一眼看過去 胃鏡一照下去 整個滿滿整個食道 全部都是白色的念珠菌感染 像這位爸爸就是說 它是長期因為交際工作應酬 它的免疫力是變差的 像這種念珠菌有時候口腔也有 大部分的人刷刷牙 身體抵抗力好的時候就沒什麼事情 它真的是免疫力差 像這種念珠菌感染不是很難治療 可是一般人的免疫力是可以對付這些 但是免疫力差的人是沒有能力對付這些的 對 常常有時候是我們自己的生活作息 要負點責任 才會讓它的免疫力低下 所以就介紹幾項食物 比如說我們這個十字花科的蔬菜 那像我們這個白菜 這個花椰菜 或者是這個 Omega 3含量 脂肪酸含量多的 像鮭魚 修刀魚 砂丁魚 那像維生素C 維生素C裡面我們大家知道說 我們柑橘類的水果 芭樂 這些奇異果 負含維生素C 還有維生素E 這些食物你多補充 像這個這個父親就是 你平常工作忙碌說 多補充這些食物 讓自己的免疫力增強 有些這些細菌就可以減少 那我們在講說 我們的這個飲食中 常常有時候不經常會把一些細菌 或者是病毒吃下肚 像我剛才提到的是細菌 好像食物中毒 這是細菌感染 但有的時候是病毒 有時候病毒 那我們胃腸科常碰到的話 就是A型肝炎病毒 那這個病毒也是經由 那像我之前有一個病患 是23歲的一個 男大學生 他實際上是有點半工半讀 然後有時候在晚上的時候 他會到一些那個飲料店打工 他在10天前之後 就開始覺得全身會覺得發冷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覺得需要多蓋一點被子 然後就覺得好像自己是感冒 可是回想起來 他也沒有什麼流鼻水喉嚨痛 咳嗽這些症狀也沒有 就覺得全身痠痛 他覺得說大概是自己這個冷到 然後就工作太忙吧 他就是多蓋一個被子 後來到差不多4天前的時候 他開始覺得自己會有點噁心 食慾變差 然後他的打工店的那個老闆 就看到他臉色比較不好看 然後覺得他皮膚顏色變黃 然後他皮膚變成 他自己直覺就覺得對 好像他的小便的顏色也會變深 我們說像茶色的 因為他就在飲料店打工 所以他每天看到那個紅茶 覺得自己的小便怎麼跟紅茶顏色很像 他覺得不太對勁 他馬上就去Google 現在年輕人真的很聰明 他馬上去Google茶色尿是什麼病 他就問出來發現說 應該是一個急性肝炎 所以他就趕快跑去 他就跟老闆請假 就去跑到急診去 到急診室的時候 他就找到醫生 就很快的把自己的症狀 交代得清清楚楚 最後還跟醫生說 我覺得我是A型 A型肝炎病毒感染 然後應該是這個病 請幫我驗這個病毒 那醫生看到這樣的病患 真的是非常 真的覺得說 好厲害 還有科學犯案精神 第一學就幫他抽血檢查 GOT GPT真的上升 膽色數是3.2 然後還幫他驗了一個A型肝炎 可是A型肝炎的病毒的檢驗 沒有那麼快就出來 他不像是其他的肝功能 可能在一小時就會出來 有時候到隔天 那報告才會出來 所以他就留在我們的急診室觀察 到了隔天的時候 那個報告出來了 真的是一個A型肝炎感染 然後A型肝炎感染 這個病毒感染 其實也不用太過驚慌 因為這個病毒感染 他看起來是好像很嚇人 他會有造成急性的肝炎 有黃膽 但是大部分都自己會痊癒 然後他的症狀 他知道自己是A型肝炎感染之後 他其實有點開心 他覺得很得意 所以我自己把自己診斷出來了 後來他跟醫生討論之後 醫生也認為說 你如果你有什麼變化 再回到醫院來就診 事實上也不太需要吃什麼藥物 那像這種食物引起的 可以跟大家再做個 一些訊息的介紹 因為現在在韓國 在首爾就已經有 一個A型肝炎的感染 他們發現是吃那個醃漬的貝類 貝克蛤蜊那種 那是從中國進口 這一次 他到現在到9月底的時候 他們統計起來 今年度已經有14000多人感染 這麼誇張 對 很誇張 每週有500個人感染 所以他是食材有感染 對 食材有感染 吃到這個有問題的 貝類的食物之後 就感染一個急性的A型肝炎 所以這食材不乾淨 所以有時候如果到一些疫區 就是已經有發生感染的疫區的話 要看看自己有沒有這A型肝炎 如果沒有的話 應該可以打個疫苗 做個預防 但是你在用暈性跟這装 김된尼